其实最后我就想跟那个那天的那个老哥说 黄河黄河长江收到 长江收到 猪江收到 我们都能收到 我刚刚那天我看到有一个哥们说的这个 就是他看到这个奥运会的这个开幕式的时候就很感动啊 这个我知道 我大概就知道他是哪个方向 他应该是武警那边的 武警的那个领导 我虽然不认为他具体人 但是我知道他应该是哪个部分的 你也是这个方向的吗 因为我是没有直接参与那个开屏幕式 但是我当时包括我也好 包括同事也好 实际上是在里头干了很多事情 所以我们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包括跟战弥谋什么都有过接触的 大佬好 你今天想聊什么呢 就是当初啊 你还记得上次我说过吗 就是说这些事情当时大伙干的都很辛苦很累 我就想到了一个事情 一个是想到了那天看另外一个切片就是讲有很多事情是我们看不到的人 就是那个学霸 不知道他干什么 实际上就是说我现在有一个感觉就是 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多考虑那么多事情 每个人就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 把每个人都做好就是我们最好的动作 是的 你比如说像当年开屏幕式的时候 我们看中间那个画卷 那个是北京的一个LED的厂家嘛 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画面很漂亮 实际上我看着一个小秘密 就是那一次开幕式直播的那一次是第一次那个画卷 一点问题没出 哦 就是那时候就开直播就来第一次 之前都没测试过一次成功对吧 呃 不是一次成功 是之前彩排的时候总会有一点地方 这没亮那没亮 然后怎么保障呢 当时在那个LED下边 藏了大概得有二十多个人 拿着对讲机就是都上面背着 哪块不亮 然后立刻通知你去看看 然后你就爬过去接线 哦 都是人这么保障下来的 对 然后 然后最后就是只有直播的那一次 一点问题都没出 这事最后就只能归结于国运了 对对对 归结于这是国运昌盛对吧 然后你看像那个李明在那个画卷上跑那个也是 也是后边是武警在后边推着那个车推的 嗯 你像他说那个武警那个战士 为什么他那武警战士他那么那么感动 就是武警战士那活字膜最后有一个坏的嘛 嗯 那个螺丝掉 那武警战士就是把手指头插进去 哇 然后他就升降 升降完了以后 最后下来以后 他那个手指头是 就是已经磨到骨头了 这个我最后做那个奥运博物馆的时候 有那个活字膜的那个模型都收 都收进去 那个最后就是作为文物收起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事情 包括当时影像系统的人员 显示系统的人员 在那个开幕式藏了无数的人 然后大夏天的时候 我们开幕式的时候 最开始那有棚子远方来那个 我在那个场外看到那些穿特别厚的衣服 看着很漂亮 但实际特别厚 你都热 武警都热的不行 画画的就化 就是每一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一件事 一点一点累积起来 最后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成果 你当时说那个手指头伸进去的时候 我自己都感觉到很疼 就立马我浑身鸡皮疙瘩就起来了 就我就能感同身受的 就觉得很疼 对不可想象你知道吗 然后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什么 就是说你知道这个人呐 都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就是我当时夜里头12天 开着车从武官往回走的时候 开着车 然后就会发现说觉得路边上树上挂一个白袍子 没有没有封建迷信啊 咱们就是这么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 就是你觉得跟路边上挂了个那个灵力事件一样 实际上就是我一击的一斗击的精神的一卡 就是树路灯打在树上的影子 就是当你累到极度的时候 你的大脑就会把这些影像给你做一些各种各样的解释 然后比如说开始车 就觉得车前面跑过去一个兔子那么大的一个萌子 红着白布的一个东西 感觉是领域一跺脚 跺一脚刹车就是远光打在路上的影子 因为时候脑子已经开始乱结实际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 但是反正就是一个一个的把这些事情都干好 没什么可说的干好自个儿的事 对 然后我之前多少年以前还做过一个展这个部门 我现在也不能说 然后有好多不能说的事 就是你比如说就当时我们其实这个国家是有好多我们根本看不到的人和看不到的工作支撑起来的 当然这个这个事我就我也不能申说 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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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我们心里知道就行了 这个事有那么多人干了那么多事 包括我家里头也有很多人就是以前认的同学不见了 然后多少年以后去看 哎这不是那谁吗 然后去说你认错人了 就是我们的岁月静好一定是有很多很多人为我们在负重前行 在做出常人难以理解的牺牲在护卫的这个国家 是的 所以当初我给他们作馆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就是上面有一张画 叫当你看到天上的星星又多了一颗 就是爸爸去找妈妈了 无名英雄 无人知晓 太太多了 从大的事有大的英雄 从小的事有小的英雄 每一个部分都有这样的事情积累下来 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今天 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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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懂 所以就是不要有那么多的抱怨 现在有选择 你现在有事情可以做就很多更多的是为自己去做这些事情就很好 这世界有你太多不知道的事 嗯 是的 不要把本我缩小 成就小我 不要把本我变大 明白吗 你能有多大 哎 说句实话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你能有多大 哎 谢谢大佬分享 大佬还有吗 其实最后我就想跟那个那天那个那个老根说 黄河黄河长江收到 长江收到 猪江收到 我们都能收到 快 shampoo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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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y呀 啊